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12月13日礼拜二的第五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在今天下午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谋召开了疫情记者会 再度宣布放宽防疫措施 第二个消息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宣称 较早前特区政府向Google提出 要求将香港正确的国歌 即是二勇军进行曲置顶 但是遭到Google拒绝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议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一下 劳宠谋今天公布的放宽措施 是有多宽 一共有五大措施 第一是市民不需要再数安心出行马 但进入指定的处所仍然要被反掃 即还要使用疫苗通行证 第二皇马会取消 市民和旅客入境之后 即可进入指定处所 第三撤销前往内地和澳门的人士 在口岸的核酸检测 第四调整本地的核酸检测策略 逐步减少向住宅大厦发出抢检公告 第五撤销居家检疫人士的电子手环要求 五大措施 这一个重要元素 不但针对新冠 对季节性流感也很重要 盧崇茂就强调 过去两年 季节性流感的数字较低 就是口罩的功劳了 他有引述专家声称 市民即使是有配戴口罩 但是近日的确诊数字仍然上升 而且市民长期都戴着口罩的时候 对流感的整体抵抗性是降低了 故此他又乘机鼓励市民要打流感针 他认为有口罩和疫苗的保护 才可以恢复到经济活动 希望市民可以尽力配合 这些简直就是歪理来的 不断来到去合理化一些 妖民的措施 你不放宽就算了 你还说口罩和疫苗 才可以保护到经济活动的恢复 就是说不打针不戴口罩 就会摸牙的了 实际上香港的经济 为什么会衰得这么交惯呢 就是拜你特区政府那些傻居政策所致 一美就叫他盲目停业 不要开门全部收皮了 因为要防疫了 非法谱都试过收档的 不要做了 旅游不要搞字了 防疫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不见新加坡的经济扑街 人家有没有规定一定要戴口罩 一定要玩疫苗通行证呢 废除了很久了 证明根本上 口罩 打针 和经济活动之间 是没有一个直接的逻辑关系的 你看人被其他西方先进国家就是这样 大把国家的疫苗接种率是低过香港的 香港打一针的百分之九十四点五 打两针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九 大把国家达不到这个数字 一样是照开放的 又如何 所以你不要在这里乱说 经常说看数据科学为本 你真的看数据的话 根本上你就解释不了这些东西 好了 按照你劳宠某的逻辑 何年何月才废除口罩令 喂 市民长期戴口罩对流感的抗体低了 那怎样 又要谷流感针 还是要一生都要戴 不要在这里乱说 你整天就是说这些过头说话 令到自己下不了台 令到自己有那么多的心理关口 好 说小句吧 是不是呀 洗死吗 口罩令 你说到时到后就会废除了 那就行 都是一句 老实说 你废不废除 现在市民的意见 都左右不了你的了 你说怎么就怎么 那你说一句说话出来 令人好听些 行不行 都是一句 你说够钟就废除了 到时到后就废除了 又是一句 起码就顺耳很多 虽然我都未必会 接受 可能还是很不满的 但是 起码可能有部分人听下来 没有那么不满 不出奇的 但是你说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大部分人都不会收货 有口罩才可以恢复到经济活动 这些因为是可以用数据 来推翻你这些说法的 为什么说得出口呢 你做官的 虽然做官 也不一定要听民意 都是呀 哎 真的 另外 他说对于 网上不时有通关的消息流出 大部分都是没有证据的 呼吁市民不要转发 他说 建议那些不是事实的事 大家就不要到处传了 因为可能会影响到安排和准备的 喂 现在传得最厉害的 第一个就是HK01 第二个就是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 你逐个打电话叫他收爹 不要说的 在网上 真是好笑 这些消息是没有证据的 你出来辟谣的 直接用政府新闻稿发出来 那些是假消息 打击他 真的 不被人说的 好了 另一个记者问他 你取消王马是否等同于实现零加零呢 田北辰下午有说 我们今早早已经说了 你根本上就是变相零加零 不过他又不落得倒台 说零加零 那就不说了 他说讨论零加多少是反智的 这么反智你都做 今天奴宠茂的辩驳大家听一下 真的要洗耳恭听 奴宠茂说 零的定义是人人不同的 你是不是听到都觉得脆脆 零就是零 怎样零的定义人人不同呢 是不是 喂 当初你所说的零加三 零就是说 零天的居家或者酒店隔离 三就是说三日的皇马 那如果零加零就是说 零日皇马 是不是 那怎么会零的定义人人不同呢 你说什么呀 哈 那些报纸啊媒体啊 网台啊 网上的讨论啊 甚至乎你那些官员啊 全部有份说过零加多少 三加四 零加七 零加三 那请问那些人在讨论些什么呢 为什么可以沟通得来的 零的定义人人人不同 现在是这样死得了 以后问你什么 你所有的词会 你都说 人人的定义都不同 这些人做官是离谱了 说话都没有谱 不知所谓到极 他就说 他会形容 现在是由离开机场之后 再没有活动的限制 取消了抵港人士的三日皇马限制之后 你说那么多 就是零加零 陷家富贵 哎 真是 好了 记者追问他了 早在九月的时候 已经有专家建议 取消素安心出行马了 你嘉证司才说 取消 会不会太迟啊 奴重贸就说 相关的措施 是没有一个所谓最好的放宽时间的 你说太迟而已 也都有人说太早 哪个陷家产说太早 你说他的名字出来 太早取消安心出行 哪个 是不是奴重贸你本人 还是哪个 有这样的人 太快取消安心出行 太快取消安心出行 哪个啊 有没有这样的人啊 什么人啊 你拿出来说一下 讨论一下 真是离了大谱 现在才取消 有人说太早 那你不要取消 即是根本上他现在走出来 说要放宽某些措施 是心不甘情不愿 不断来到跟记者包咬 跟市民斗气 啊 你的心理关口算得上是什么 你的面子算得上是什么 喂 市民的整体利益 经济活动的发展才是最重要嘛 喂 你要保民生才是嘛 你个个月头 出三十几万元 然后说完这些废话出来 还比那些维园啊 啊 零的定义不同 有人说太早取消安心出行 你不要施马啊 是不是啊 贴多些嘛 又不做 啊 好了 就被问到 市民现在手机里面的安心出行程式 是不是可以删除呢 要不需要掃了嘛 盧宠某就说 安心出行程式 自从2020年底面世之后 更新了超过四十次 对抗疫是有绝对贡献的 人家都没有问你这件事 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了 是要帮自己面上贴金的 好有贡献啊 关人什么事嘛 是不是啊 街市人问你啊 是不是可以删除 可以delete那只apps啊 有贡献 盧宠某就说 虽然现在不需要再数安心出行马 但是呢 那个程式会继续存在的 因为他还有其他用途 什么用途呢 例如说那个核酸检测马 和疫苗通行证等等 即是说呢 他会继续存在 即是基本上呢 我估计就会永久存在的了 差在他用不用的 有需要呢 他又拿出来的 因为这个人很喜欢玩这些东西的 是要推行这些监控东西的 好了 那还有呢 哎呀 他还没说完的 盧宠某还说 政府呢 是会减少 向住宅大厦发出抢检公告 改为多派发 这个快策包 又会缩少定期宣检测的群组 即是说呢 这些这么愚蠢 这么无聊 这么浪费公帑的 住宅大厦抢检公告 还会继续搞下去的 舍达告诉你 是没用的了 浪费公帑了 你继续搞 即是你放些又不放些 这样 死也要免 好了 学生每日快策安排 就会维持 舍达 杨教授叫你做的 你不肯做 另外有记者问他 疫苗通行症 是不是会以三针封顶 或者是有日落条款呢 盧宠某就说 病毒不断变异 医学界不断找更好的方法去预防 疫苗发展不断更新 有新病毒 变异病毒 就会有更加有效 或者是新的疫苗出现 因此疫苗通行症 没有所谓的日落条款 即是说呢 会继续实施下去的 而且呢 上不封顶 他没有说过三针就完 换言之 翌日特区政府 是可以 叫市民打第四针 拿这个疫苗通行症的 他没有排除到这个可能性的 没有的 啊 上不封顶 不切日落条款 即是说 你到现在这一刻 你都还未肯放弃谷针的 老实说 来到2020年尾了 差不多又新的一年了 那些不肯打针的人 就已经是不肯打了 你连那些肯签医生 指的那些医生 都拘捕了 是不是 掃蕩了 没有什么医生肯签的 是不是 那里又已经是 放了一群人出来 有些人去了打针 到现在这一刻 还不肯打那些 你怎么谷 死谷 烂谷都谷不了 到最后呢 就谷了那些肯打针的人 走去再打 即是 如果你推第四针的时候 老实说 到现在一针都没打那些人 听到你说要打死针 他们会不会去才行 用一下脑都知道 是不是 唉 你还继续搞这些科技 做什么 外国都已经不搞了 你还要坚持这些东西 你实际令到那些零针人士 持续的边缘化 在社会上 想出席聚会 又说不行 你现在还要去继续 入食店都要 搞这个疫苗通行证 不肯放的 是 你令到他最重要的一个社交场所 都没得去的意思 说来说去就是 但是 都谷不了的 那些人都不去的 是不是 是 所以 浪费 好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另一单的消息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 特区政府较早前 是有向Google提出 要求将义勇军进行曲 这个是香港正确的国歌 来到他置顶 但是就被Google拒绝了 邓炳强就引述Google一方指出 搜寻结果是基于演算法去推算 因此Google是不能够决定 但是邓炳强就说 众所周知 只要向Google付钱买广告 就可以将希望其他人看到的信息 摆放在较高的位置 他对于Google的说法 是匪夷所思 香港人也都不会接受 他又代表了七百多万香港人说话 是不是这么多香港人不接受呢 还有他说 卖广告就可以将一些 希望别人看到的东西 摆放在较高的位置 这是事实来的 但是 凡是卖广告的 其实隔壁就会标示着 广告那两个字 或者他会用一些 不同的字体 来到去写出来 是比较抢眼的 还有就是说 如果他用浏览器去上Google的话 只要他安装了一些 有机会是看不到广告的 所以广告就不是万能的 要解释给他听 可能有些做官的 是科技盲 也不奇怪 Google是可以让你下广告 放在字顶的位置都可以 但是你要持续付钱 而且 如果有人安装了一些插件 比如AppBlock那些 他就看不到你的广告 就不是万能的 而Google的说法 就是拒绝特区政府的要求 这个很合理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他答应你特区政府 要把某些搜寻结果 放在字顶的位置的时候 其他那些国家 一样是可以提出相同的要求 我不是说你的要求本身合不合理 而是说Google拒绝你特区政府的要求 就很合理 他不可以为了特区政府 来开了一个这样的先例 就算美国政府 都不可以要求Google 不是为个别的政权来服务的 不是为政治服务的 如果是的 当初Google就不会整间撤出大陆 很简单 所以我常说你特区政府可以提出 但是Google也可以不理你 另外邓炳强就说到 在欧盟法院较早之前 就裁定了 Google必须是要把明显不正确的搜寻结果删除 Google还表示是会遵从相关的指示 但是他另一方面又拒绝了特区政府的要求 邓炳强就质疑Google是双重标准 欠香港市民一个交代 邓炳强就提到Google那种的案例 实际很多蓝色KOL都有提到这一单案例 但是似乎他们就错误理解了 这一单案例的真正意义了 为什么呢 我跟大家讨论一下 欧盟法院裁定了 如果提出请求的个人 留意是个人 可以证明得到 网上某些材料是明显不准确的话 Google的搜寻引擎是必须要取消引用的信息 另外 根据被违忘权的原则 被违忘权就是right to be forgotten 欧洲人是有权要求Google和其他的搜寻引擎 删除一些指向关于他们自己过时的 或者是令人尴尬的信息 那些超连结 即是那些link 即使某些信息是真实的 那这个就是根据被违忘权的原则 被违忘权的原则是针对个人而言的 就不是针对机构企业或者是正体而言的 那实际就跟现在特区政府所提出来的要求是很不同 你就要求把某些的信息置顶 你认为那些是正确的信息 但是在这一宗的案件里面 其实就是有两个德国人 他们就在一家投资公司担任经理的 他们就向德国最高法院提出诉讼 要求Google删除基于他们的盛名搜寻结果 这些结果就会连结到去批评 那家投资公司的文章 那这两个德国人就说 那些文章是提出了一些虚假的主张 所以就认为应该要删除了他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譬如知道你那个人的名字 然后就去Google那里找材料 那当然一个人越出名的时候 就越找到更多材料 而当你一个人越出名的时候 也有很多虚假信息在Google那里查出来 甚至乎查我的名字也是 你按入去维基也好 按入去哪里也好 很多关于我的创业信息 不过我就不会这么有空 人和别人打那些维基百科的编辑战 我有得被他唱衰 有得被他骂的 这个世界正所谓有些自然香 只要我做好我的节目 大家是会欣赏的 是会觉得是好东西来的 就会继续听的 所以我就没有空 就像那些人那样 又要求Google删除 或者又去和别人打编辑战 我没有那么空 但是别人有这样的要求也很合理 因为被避忘权 其实就是人权概念之一来的 现在进入到这个所谓资讯时代以后 所以这个欧盟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是保障了人权的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想做公众人物 或者不是每个人都希望在网络上 被人是这样负面讨论的嘛 故此来说 欧盟法院这一宗案件 就和特区政府所提出来的要求 这两宗个案 没有关系的 就不能简单地概括为 Google被要求必须删除一些不准确的搜寻信息 于是乎呢 特区政府就拿了这件事出来说 就说Google双重标准 这个不讲得通的 因为那件案件是针对个人而言的 是针对一些个人资料的处理 是针对被避忘权的原则 那你说什么被避忘权呢 是不是 说田汉 所以是说不通的 另外在今天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 国歌是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及感情 是属于大是大非的道德问题 一个负责任的机构必须是要认真处理 特区政府将会再次去信Google 并且要求不同部门检视 在各自的范畴有什么可以跟进 他说 将正确的中国国歌字顶 Google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正如是向Google投放广告可以调动搜寻次序 他其实说的argument都是跟 邓炳强昨天说的一样的 李家超又说 留意到Google曾经是依从欧洲法庭的裁决 移除不正确的个人资料 以及是违反法例的儿童识情刊物等等 那些就完全是跟你 提出来的要求是无关的 因为那些是牵涉到私隐 个人资料的 或者是一些刑事的东西 那你 那个诉求很明显是政治要求 你要把国歌字顶 老实说 美国也不会要求 把美国国歌字顶 所以我估计到最后 就算特区政府怎样去信 或者是要求都好 Google肯妥协的机会都是很低的 好了这一节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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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